爸 妈 怎么回事啊 我简直要是这个李渔急死了 他爸来电话了 说他爸跟他妈在机场等他 他妈位置还改了机票 你说他妈说就算你不同意 你母子道别 你是不是得见个面啊 你这个孩子把自己关门 开门啊 李渔 什么情况啊 开门啊 你开门 多大孩子 谁说得你这么差啊 李渔 开门啊 李渔 李渔把自己锁了屋里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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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渔 李渔 出来 开门 试试好 吃饭了 师傅 这肚子买得也太速度了 我怎么给你 这全系的新书 为什么咱拿过来了 老师说 包书皮得用那种挂粒纸 或者牛皮纸 不能用那种外边卖的透明的 阿姨 老师知道那个花彪和鲤鱼的情况 问杨夕怎么了 我就说她生命了在家呢 啊 我就说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杨夕 开学第一天就逃课 你总说我没良心 我有良心的时候你又看不见 我这不是担心李师傅吗 想等她情绪好点再一起上学 你有理了你 果然还是不了解我 我来我来我来我 等等等我等会儿 我马上就雾出来了 你别就在那待着去吧 算了你别帮我说膨胀 真的不会 做饭是不是艺术 你现在状态不好 千万不能做 放去看那书上 我石头呢 什么石头 就我一直带那小石头啊 我丢什么也不能丢它呀 哪说它比我命还重要呢 是不是这个 是 这是什么呀 呀 还差一周通 他还不下来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你叫他都不下来 我嗓子都快喊破了 这小子 我自己就不信了 你要干吗呀 你可小心点啊你 阿姨您放心吧 您不说话就什么事都没有 小心你这 你干吗呀你事 小心电线啊 你哥怎么这么猛啊 吓死我了 怎么了哥儿 我팅啊 我来啊 好啊 我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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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快进来 你看 妈 你别担心 我爸晚上才回来呢 还有跟你爸 还不到不能见的程度 他今天晚上还要送我去机场呢 对了 妈 您看 我们家厕所重新装修了 还有吃饭的桌子也换了 但是电视机没换 还是原来那台 现在呀 我和小夕联系还是靠邀灵 那妈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去跟您做饭 小夕说我现在做饭 比多阿姨都好吃 李渔 你过来 妈妈想和你到楼下聊一会儿 好 来 把衣服穿上 不用 太好了 很暖和 妈 这个是不是太少女了 你不希望妈妈永远年轻啊 希望 妈 现在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了 你让你爸呀都买几双袜子 你看看 都穿旧了 妈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妈妈不是不想吃你做的饭 也不是不明白你的心意 李渔 对啊 这个家 已经不属于妈妈了 我也很奇怪 我之前回来还好 这一次可能是时间太久了 我一进去 就感觉这个家真的已经 你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要结婚了 下个月初举行婚礼 对方呢 也是一个中国人 也是离婚带着一个男孩 五岁 你是说 你是说 你要给那个男孩 当妈妈是吗 没有 我永远都是你的妈妈 我就问是不是 不是 李渔啊 我是这么想啊 你今天晚上呢 可以跟我一起回日本 你跟妈妈到那边看看 你不是一直很想知道 妈妈是怎么生活的吗 您是让我去见他们吗 不见也可以啊 就咱们俩等会待几天 好吗 你结婚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先跟我回去 好不好 不好 李渔 开门 爸 妈 怎么回事啊 简直要是个李渔急死了 他爸来电话了 说他爸跟他妈在机场等他 他妈位置才改了机票 你说他妈说就算你不同意 你母子道别 你是不是得见个面啊 你这个孩子把自己关过 开门啊 李渔 什么情况啊 开门啊 你开门 多大孩子 谁说得比这么差啊 李渔 你开门啊 李渔 李渔把自己锁屋里了 爸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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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个李渔 出来 开门 李师傅 喂 丧彪 一级警报 李师傅把自己关屋里不出来了 李渔 你就下来吧 下来 哎呀 这孩子没见过这么大事啊 李渔 你没劲了啊 有什么事不能下来跟哥们说啊 就是啊 李渔 真是急死人了 他这六七上来啊 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了 李渔 喂 他还不下来 哎呦 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你叫他都不下来 我嗓子都快喊破了 这小子 老子就不信了 哎 你要干吗呀 哎 哎呦 你可小心点啊你 哎呦 阿姨您放心吧 您不说话就什么事都没有啊 哎 小心你这 哎呦 你干吗 你干吗呀你事儿 小人电线啊 你干吗这么猛啊 上死我了 怎么了 哥 你干吗 起床学习吧啊 别说 呦 我那个杨夕学习的时候就别听歌了行吗 妈就不听了你好好学啊 啊 不打扰你了 妈 妈 啊 给你个任务 他们要是再出事儿 就把他们的嘴给疯了 妈保证完成任务 谁要赶她 如果归你学习 我就杀了谁我 嗯 这楼上还折腾呢 哎呦 报纸还没来呢 没来呢 哎 我看花彪来得挺好的啊 这隔着几层楼都能知道 李渔她安不安全 哎呀 杜月梅啊 啊 我觉得吧 你就属于更年期里那种情绪型的 你说大周末 好不容易能睡一懒觉 你还这么高兴 奇得怪 小点声啊你 我平时就这么大声啊 小点声啊你 不是 这么大动静阳气还睡着呢 什么睡着呢 过去看 哎 轻点的啊 坐着睡呗 什么夜神啊你 那是坐着睡吗 我跟你说啊 哎 早上起来六点啊 六点就起来学习了 我发现啊 咱们家儿子呢 是抗击打型的 你说杨昭小时候来了 多少打 多少骂 从来不往心里去 越凑越勇 可是这十几年的 这个 教育杨昭的这个经验啊 用在杨夕身上 那就是不合适了 你看杨夕这平常啊 嘻嘻哈哈跟二百五似的 啥事都不往心里去 其实呢 她特敏感 你看这次啊 她孔老师一夸的 这历史好 起码考试历史层 就进步一大块 这一进步 这人立马就变了样 学习也有劲头了 我跟你说啊 今天早上我进去的时候 我都恍惚惚了 要把人都说 这个女儿呢 她就是随妈 这脾气更像 跟我是一模一样 当然了 这个儿子呢 都随你 不过以后呢 我也不在你面前 提那个小刘了 省得你也太累积了 杜夕伟 没上你提 我告诉你 我都连着三年梦见小刘 随便啊 只要我女儿学习好 你就梦见一个月 我也不管 门开着 我自己进来了啊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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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都没睡好吗 老李 你家房都快给拆了啊 你昨晚住哪儿了啊 我听说花彪来陪他了嘛 这孩子也不愿意跟我沟通 我也不想逼他 我就厂子里忍了一宿 对了这个 玻璃一会儿得从你们家运上去啊 这窗户呢 那就那么呼呼灌风哪儿行 运吧运吧 对了还有这块饭啊 这个饭一会儿给他们拿上去 花彪只能看着李渔 他哪会找过人啊 谢谢啊 客气 老李啊 找个机会啊 好好孩子聊一聊 啊 没用 我儿子我最清楚 这事只要他心里想不通 咱说什么都没用 来吧咱们这个 运波里吧 从哪儿运呢往上 从哪儿运啊 从那儿 不能从那儿 影响我闺女学习 那儿那儿那儿 李渔啊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东西啊 你要吃饭啊 你吃饱了饭才有劲想问题啊 李渔 主主跟你说啊 你可不能这样 你这样你爸只能睡厂子里 你得替你爸着想啊 就是啊 我妈怎么没走 阿姨走了吗 李渔啊 昨天在机场你妈就一直等你 结果她公司来电话了 就说如果这个假期不结束呢 她只要迟到一分钟 就扣一个月工资 你说那小日本干事你还不知道啊 你妈为了你已经改签了今天的机票 就问走没走 就问走没走 我强迫她走的 她还照常结婚吗 还照常结婚吗 李渔 李渔 你不能这样 就你妈结不结婚 她早就脱离咱们这个家庭了 但这不代表她不是你的妈妈 她还爱你 李渔 李渔 哎哟 快出来快出来快上厕所了 别哭了 你咋不吃了 我再特性解决了啊 你从昨天下午到现在 你这边吃东西 你咋得出来不你 不行 这菜也太好吃了 我乱吃得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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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够了呀 喂 干嘛啊 带着人家吃得赶紧走吧 我不走 我可发过誓了 我就死在这儿 我得让你出去 你赶紧回家吧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那你怎么吃饭 怎么喝水怎么睡觉 我不吃饭 不喝水不睡觉 不行 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 你以为你休仙呢 就算休仙你也得是活佛 华彪你这样有劲吗 有劲 就是今天这日子这么特殊啊 不是谁过生日的 也不是中秋 也不是国庆 也不是建党 九军怎么这么不对劲呢 许愿杂谈 你最爱看的 你不看啊 看什么看啊 学习吧 那也不看我换台看久了啊 你这到底是什么日子呀这 妈 你问我几个问题呗 问一下 您之前不是把航航的知识要点 都看了一遍吗 嗯 随便问哪颗都行 真的啊 你干什么的 学习也要老一节合成了吗 我想想啊 预运动的分解跟合成有几个要点 第一 合运动以分运动的关系等时性 独立性等效性 第二 方法 平行四边形的定则 第三 分解原则是 分解原则是 没事 不着急啊 现在呢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 一会儿吃完饭 晚都别洗了 赶紧回屋去复习 就着饭消化的东西一般都 都记不住 杨卫国 小夕啊 凡事只有持之以恒 才能获取最后的胜利 心血来潮 对失败没有做好准备 那是笑不到最后的 杨卫国你行不行啊 他刚刚有点学习的积极性 能不能别在这儿泼凉水 小夕啊 忠言逆耳利于心 爸爸当然信任你 让爸爸了解你 别听他 爸 妈 我回来了 吃饭了呗 赶紧吃 赶紧吃完饭 学习去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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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粟了嘛 我明白你 这学习的新书 为什么咱拿过来了 老师说 包书皮得用那种挂丽纸 或者牛皮纸 不能用那种外边卖的透明的 阿姨 老师知道那个花彪和鲤鱼的情况 问杨夕怎么了 我就说她生命了在家呢 我就说今天是什么 特殊的日子 杨夕 开学第一天就逃课 你总说我没良心 我有良心的时候你又看不见 我这不是担心李师傅吗 想等她情绪好点再一起上学 你有理了你 我还是不了解我 怎么了 我没记错时间吧 今天不用补课 杨夕哥 这个送给你 谢谢那天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已经再改了 希望下次你去给我补课的时候 能看到我的进步 看到这个围巾我想起来 上次补课 我是不是把围巾落在你们家了 没有啊 我没看见啊 我就是看见天气冷 你没有围巾想送你一条 那哪儿去了呢 你不知道 我女朋友还因为那个围巾 跟我吵了一架 这个围巾卸下 但是我不能要 它是套牢男人的意思 只能女朋友送 要不你送她 有啥好东西给我啊 是这个吗 开个玩笑 何美现在相当于我的二妹妹 就你也配 赶紧回家去 走了 何美 别闹了 花彪 你再不收货就撬了啊 张嘴 真撬了啊 行行行 是是是是 这就对了嘛 态度再强硬 也不能饿着自己啊 人家杜阿姨 可没这么变成饭 给杨夕做过饭 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糖醋排骨不加糖 还有甜 这长大了你得多将就啊 是不是很好吃啊 来 再来再来 你不是不加糖吗 怎么是甜的 好吃吗 太好吃了吧 是蜂蜜 我妈教我的 帮我跟杜阿姨说一声 以后不用再麻烦了 李渔 你看我这么真心实意 住你这儿的份上 好歹别饿着自己啊 你不爱吃这个 你告诉我你想吃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吃 你在这个屋里想干嘛就干嘛 想走随时走 但是不要让别人进来 我真的不想喝 李渔他们家电话怎么老占线呀 今天也没让我进门 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小溪 李渔他们家电话一直占线 我今天忘说了 老师说这学期加快课时 一模要提前考了 你赶紧让花彪 把他绑加到学校吧 小溪啊 我是你李叔 我们家电话怎么老占线啊 花彪和李渔在干嘛呢 怎么回事啊 李渔他们叫电话 怎么谁都打不进去啊 这么多人担心他 真让人不生心 李渔 你出来一下就这么难吗 你不吃我就不吃 你饿死还得拉一垫背的 你自己考虑清楚 有本事你就一辈子别出来 别吃饭别上厕所 别洗澡别去上学 就你委屈啊 非得阿姨孤独中老了 你就高兴了是吗 我再说一遍 不许任何人进来 门口都听见没 人家不让你进来 谁啊 谁啊 都说了不让劲还敲 是我 是我 算命啊 我是杨夕 我在 李叔叔现在在里面干嘛呢 好多人打的电话都占线 我也不知道啊 他把自己锁李叔叔房间里了 死活都不敢出来 我知道了 你听我指挥啊 你觉得您可以走 你听我说不懂 你哼就要走 你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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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伦 她在上网呢 聊天室是七七八五 网名叫掩饰侨夫 不过她什么都没干 就在那儿发呆呢 芭城是等着她妈呢 行 你别管了 我会想办法让她出来的 放心吧 拜拜 快去吧 赫美 你现在能上网吗 帮我一个忙吧 你找到她了吗 好 那你现在就按我说的答字啊 好 你喜欢绿色 她说对 你爱吃排骨但不能糖醋 对了 对了 你喜欢英语 喜欢鸟山鸣 喜欢秋天 但讨厌物理 讨厌虾语 对了 对了 都对了 等会儿 等会儿 她问了 问你是谁了 我告诉她 我会算命 我们来打个赌好不好 我再猜一个 如果对了 咱们就出来见面 敢不敢 她说她现在不想出来 记她 这招对我们李师傅可好使了 神辣杨夕 一猜一个准 她同意出来了 你喜欢篮球 想把她骗出门还不容易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跟她说 明天这个点继续 我非要全裁一对见面为止 她不会是故意说而错的 就是为了不想见面 有可能 对啊 她不是杜阿姨的饭 我给她做不就行了吗 李渔她为什么不吃我做的饭啊 她最爱吃我做的饭了 她不能因为她妈妈改嫁 就对天底下所有的妈妈都有意见吧 你跟她说 我很伤心 阿姨 您别误会 她就是不想麻烦您 不想让所有人都关注她 越关注她 她越来劲 所有人都不理她 扫着她 她自己就没意思就出来了 你跟她说啊 就说阿姨说的 她以前不这样 她不能太任性 再说了 大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没错 我也说她来着 娇生惯养 不食食物 一意故行 刚毕作用 简直就不像个爷们儿 我现在也到极限了 从现在开始 我坚决不会让着她 就算千刀万剐下油锅 我也得把她赶出来 您等着 我现在就把她剁了 你出来了 你出来了 奖励你 勇敢地迈出人生第一步 我给你做饭啊 来 来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她再把自己这么关下去 也不是事啊 你们不用管了 不出三天 我肯定能把她弄出来 花彪没把李玉家连锅都给断了 他们俩因为这件事 又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 以后瞒着我的事肯定更多了 哥们这回彻底被鼓励了 你想多了 这奇怪了啊 李师傅这次出事 他那万年向日葵黄小姐 怎么不出样呢 黄灯灯 去参加班旅舞团的选择考试了 真的假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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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会儿 我马上就雾出来了 你去旁边待着去吧 算了 你别帮我说膨胀 真的不会 做饭是门艺术 你现在状态不好 千万不能做 还有你看这书上 放适量水 适量盐 适量是多少 写得一点都不严谨 做饭就跟化学实验一样 我还就不信了 那鲤鱼 这是白醋吧 去上鲤鱼 我家大盒 这是白酒 还算及时啊 我谢谢你啊 我十度的 什么石头 就我一直戴那小石头啊 我丢什么也不能丢开啊 哪说它比我命还重要呢 是不是这个 是 是 这是什么呀 哥们 你急这么多闪卡干嘛呀 统一公司不是说了吗 集系一百单八将 可以送一千块钱 之前想去日本看我妈 不想逛我爸要钱 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不行 我不管你有没有这必要 今天这事让我知道了 一百单八将必须集齐 不可能 这是他们的促销手段 怎么怎么可能集齐 在我这儿 没有不可能的事 你等着 假设你已经收集了N张卡片 那你还需要一百零八减N张卡片 那么你下次打开小幻熊的时候 拿到新卡片的概率 就是一百零八分之一百零八减N 为了拿到新的卡片 你就需要一百零八减N分之一百零八代小幻熊 所以 想集齐一百大妈将 你就需要的干脆面的平均数 就是一百零八分之一百零八 加一百零七分之一百零八 加一百零六分之一百零八 一直加到一分之一百零八 也就等于一百零八乘以括号 一加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 一直加到一百零八分之一 也就等于五百六十八点五 再用调和集数求和 近似值约等于五百六十九 也就是说 想集齐一百单八将 你就需要五百七十的小幻熊 喂 二条 给哥们准备五百七十大小幻熊 我来了 哥们儿终于有用武之力了 哥们儿终于不被孤立了 终于可以共产小秘密了 这都不是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他再把自己这么关下去 也不是事啊 你们不用管了 不出三天 我肯定能把它弄出来 花彪没把李玉家 连锅都给断了 他们俩因为这件事 又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 以后瞒着我的事肯定更多了 哥们儿这回是彻底被鼓励了 你想多了 这奇怪了啊 李师傅这次出事 他那万年向日葵黄小姐 怎么不出样呢 黄东东去参加 伴侣舞团的选择考试了 真的假的 我来我来我来 等等等会儿 我马上就悟出来了 你别去黄边待着去吧 算了你别帮我说膨胀 真的不会 做饭是不是艺术 你现在状态不好 千万不能做 好 你看这书上 放适量水 适量盐 适量是多少 写得一点都不严谨 做饭呀 就跟化学实验一样 还不怕就不信了 李宇这是白醋吧 这是白酒 这是白酒 好 还算及时啊 嗯 我谢谢你啊 我石头呢 什么石头 就我一直带那小石头啊 我丢什么也不能丢开啊 哪说他比我命还重要呢 是不是这个啊 哦 是 这是什么呀 我塞 哥们你急这么多闪卡干嘛呀 统一公司不是说了吗 集齐一百单八酱 可以送一千块钱 之前想去日本看我妈 不想逛我爸要钱 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不行 我不管你有没有这必要 今天这事让我知道了 一百单八酱必须集齐 不可能 这是他们的促销手段 怎么怎么可能集齐 在我这儿 没有不可能的事 你等着 假设 你已经收集了N张卡片 那你还需要一百零八 减N张卡片 那么你下次打开小幻熊的时候 拿到新卡片的概率 就是一百零八分之一百零八减N 为了拿到新的卡片 你就需要一百零八减N分之一百零八代行幻熊 所以 想集齐一百大麻将 你就需要的干脆面的平均数就是 一百零八分之一百零八 加一百零七分之一百零八 加一百零六分之一百零八 一直加到一分之一百零八 也就等于 一百零八乘以括号 一加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 一直加到一百零八分之一 也就等于五百六十八点五 再用调和集数求和 近似值约等于五百六十九 也就是说 想集齐一百单八酱 你就需要五百七十大小幻熊 喂 二条 给哥们准备五百七十大小幻熊 我来了 哥们终于有用武之力了 哥们终于不被孤立了 终于可以共产小秘密了 哎呀 啊 还差一周痛 你醒了 你出来了 你不难过了你 你可真行 我跟杨大奔都担心死你了 你知道吗 明天我们一起去上学吧 行啊 杨大奔 我们穿着多爱一致的毛衣 一起去 哥们 你可终于出来了 我们都担心死你了这两天 你说你一直不睡啊 你个不畏你 当我们还年少时 大张旗鼓的表露真心 是一件羞愧的事情 正经话都要悄悄讲 把他们藏在聊天室中 藏在电话线盒围巾里 藏在一百单八件周通 和那块小石头上 藏在背后 和心底的最深处 他们像小溪一样 潺潺流动 妈 像星星一样 我想好了 忽明忽暗 那是青春的续语 滴滴的 轻轻的 融化真心 破冰而出 还不堪 那是青春的 我们已经运行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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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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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